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额满了 额满了 然后怎么从四十个变成五十个 但这一趟还是很感谢神 当中有很多的变化 结果对我来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 我也是第一次去以色列 结果我竟然变成随行讲解的牧师 就第一次去 然后就要做讲解 所以就做相当多的研究 也透过这个过程 我知道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祝福 那么以色列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以色列其实现在 他们的圣殿山是属于回教的 所以在他们的圣殿山上面盖的是金顶金针寺 金针寺 然后还有银顶金针寺 那个金顶金针寺呢 是由八十二公斤的黄金打成金箔贴上去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 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墙 就是他们的枯墙 所以你就会看到犹太人呢 他们常常就会聚集在那个枯墙那边 因为上面就是他们的圣殿 那我们在回来的前一天呢 也很奇妙的刚好碰上他们的 哀波月的第九日 也就是他们两次圣殿被毁的日子呢 都是在同一天 所以那一天我们也很意外的就发现 怎么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犹太人 就聚集在枯墙的前面 那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事情是 他们这个是没有任何人去发动的 也没有主办单位 也不会有人在那边带聚会 大家就是虽然人很多 但是整场整体是很安静的 你就会看见他们每一个以家庭为单位 然后进入在那个地方就是祷告 那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聊不了解 其实现在犹太人呢 没有所谓血统纯正的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他们两次被灭亡 然后被带到其他的国家 然后他们本来在迦南地 就已经与迦南人有很多的通婚 到其他国家又有很多的通婚 所以以色列人 犹太人是怎么界定的 他不是从血统 你知道我们华人很在乎血统 血脉的乡城 血脉的纯正 但是犹太人呢 他们的这个认知 却是从生活形态来定义 也就是说 他们从他们的父亲 带着他们认识这位上帝 然后带着他们认识摩西五经 带着他们进入到一种生活的形态 所以他们就认定自己是犹太人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认知 就是神的儿女是怎么样定义的 其实他所界定的 并不是所谓的血统的纯正 而是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形态 在面对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生活形态的时刻 当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的时刻 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百姓 那相反的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的这个麦克风会有一点那个 哄哄的那个声音 要帮我调一下 好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必是大吃 必是大吃它是原来是外邦人的神庙 那必是大吃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 就是有一个三十八年的贪子 对不对 然后耶稣去就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嘛 他就说 这个每年呢他在等那个水被 他们有相信天使呢 会搅动那个池水 然后他们下去就能够得着 医治 那必是大的原文是连续 那么耶稣就 就就就告诉他说 起来 拿着你的褥子 走了 就是走吧 对不对 结果呢 他就起来 然后就得着了医治 一个三十八年的贪子就得着了医治 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那边有两个教堂 其实两个教堂呢 它的年代呢是差不多的 都是大概在距离现在八百年前的这个 谢谢 八百年前的一个的时候建立的 但是有一个会堂呢 他仍然非常的 完好 而且到现在都还在使用 那我们这个团队还在里面 因为你知道天主教堂呢 他盖的那个声音的回响非常的美 在里面呢 什么人唱都会非常的好听 所以大家就在里面唱呢 就觉得哇 那声音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 但是就在他的旁边 就有另外一个 他只剩下断瓦 就是断墙残瓦 他同样也是八百年前盖的 那么他们的区别 就是这个完好的会堂 他是一直有在被使用的 而那个已经完全损坏的会堂 他是没有人在使用的 那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让我们了解 其实神告诉我们说 凡有的还要怎么样 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原来所有的也要怎么样 也要拿去 所以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如果不用 那就会像那个同样是在八百年前盖的会堂 一个仍然非常的美丽 而一个已经只剩下残磚碎瓦 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 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才能够不断不断地被提升 并且我们这个人才会越来越美好 好 那回过头来讲今天的信息 我们讲新的转向 那首先呢 在座你是父亲的请举下手 好不好 你是爸爸的 好 来我们这些爸爸要彼此鼓励一下说 你真是不容易 你太棒了 跟彼此讲一下好不好 来你真是不容易 你太棒了 你知道在现代的社会 要做一个尽责任的男人 尽责任的父亲 是非常的困难的 你知道我在上海教会啊 最常听到的两种故事 都是跟弟兄有关的 一种是不负责任的弟兄 一种是负责任的弟兄 不负责任的弟兄 就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妻子儿女 带来极大的伤害 产生极大的痛苦 好比说去外面赌博啦 把房子就全部都赌光啦 然后让他妻子儿女 也都没有地方住啊 然后老婆就必须要 在外面打拼啊 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 这是一种 但另外一种 负责任的弟兄 你就看见他 疲惫得不得了 疲惫得不得了 你知道上海 北京跟台北有点像 生活的这个 门槛都很高啊 门槛都很高 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 在上海北京 你如果不是自己的房子 不是自己的房子 你们一家三口 你觉得基本上需要多少钱 才能够活 台币吗 我说房子不是你自己的 大概至少要十万台币 那你知道 这个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这么高的薪资 而且你知道上海的男人呢 还有一个特性 他们说在全中国 对妻子最好的就是上海男人 所以上海男人在外面要工作 回到家还要做家务 而且上海男人很多都会做饭 然后上海的姐妹呢 我不得不说呢 娇弱的真的很多 就你会看到他们生一个小孩之后呢 家里还请一个保姆 请一个保姆帮忙看小孩 帮忙做家事 她整天还累得要命 然后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这样真的有点弱 但是我就说在上海呢 就要做一个尽责的弟兄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在台北呢 在台湾其实也很类似 在台湾现在对于弟兄的要求跟期望 越来越高 所谓的心好男人是怎么定义的 在外面要怎么样 很威风 然后在家里要怎么样 家里要这个很疼老婆 很听从老婆的 然后小孩有问题了 还要去照顾 然后家里要需要了 也要去处理 所以现在愿意做一个好的丈夫 跟好的父亲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着是这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更需要知道 作为弟兄的 我们需要好好的倚靠神 否则靠着我们自己 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讲我们的心要转向 首先转向 我们来看悔改原文就是 懊悔跟改变 我们PPT往下 然后特别是指着 心思意念的改变 那么马拉基书 他所说的转向 原文是带回更新 回复 那么在马拉基书那个地方 他说他要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那所说的就是 要让父亲的心对于儿女 就带回到儿女的身上 并且跟儿女的关系 能够有一个更新的 能够有一个回复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现今这个世代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悲剧 是因为父亲忽略 或是轻看自己的职份 所产生的 为什么我说是忽略或是轻看 请问做父亲的你真的觉得 你在家里很重要吗 来来你可以很有自信的说 你在家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请举一下手 很多父亲不敢举手 没有举手 好 在这里我先跟每一个弟兄 特别是你做父亲的 我跟你说 你必须要认识 上帝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 跟恩膏 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 活出属神的样式的时刻 这样的权柄跟恩膏 就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涌流出来 而这样的权柄跟恩膏 我们也要了解 上帝给弟兄 给男人 其实本来就是有这样一个坐头 以及有这样一个 对儿女有极大的权柄的 这样的一个恩膏 你知道在心理学他们研究 爸爸对孩子讲的话 跟妈妈对孩子讲的话 中间的分量差距50倍 就是爸爸讲一句话 比妈妈讲50句 还要更加有威力 这件事情他是两面刃 这表示你所说的话 对孩子的建造跟帮助 是妈妈的50倍 同样的伤害也是什么 50倍 而弟兄又比较容易 有一个问题跟困难 我们讲说弟兄的脑部的结构 跟姐妹是不太一样 姐妹是你给他一个刺激 他就有一个反应 姐妹的反应很快 弟兄是你给他一个刺激 看上去他都不反应 你继续给他刺激 他还是不反应 等到有一天 就像微波炉一样 突然间整个脑袋都熟了 他就整个爆发起来 所以弟兄跟姐妹 也要互相的了解彼此 姐妹常常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他想要测试弟兄的反应 所以就用一句话去挤他 去刺激弟兄 然后看他的丈夫没反应 他就觉得 你怎么这个人没感觉 没反应的 然后就再继续刺激他一下 然后他还是没反应 就继续刺激他 等到有一个时刻 弟兄开始反应的时候 就是整个就怎么样 炸锅了 整个就开始反应 所以姐妹常常会觉得 你刚刚都没怎样 你干嘛现在忽然生气起来 姐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有吗 那姐妹就需要对于弟兄 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要知道 你要凭着信心知道 你话说完了之后 他有听见 他会去做思考 只是他的反应机制比较慢 比较慢 那么弟兄我们需要 或者是做一个父亲 我们需要认识 我们自己的职份 我们对于儿女 对于家庭 其实是有重大的影响力 那另外一方面 对于儿女 我们也需要很清楚地了解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 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 对吗 你觉得你受你原生家庭的影响吗 对吗 那当我们自己感受到 我们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们能够意识到 那我们现在所给予儿女的 就是他的原生家庭 我们想要给我们的儿女 什么样的原生家庭 这是我们需要靠着神 能够去克服我们过去 所产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负面的事物 这也就是有一些教会 常常说的所谓的 累代的咒诅 你会发现 这个家庭的悲剧 常常是不断地复制 一个女孩子 如果生长在一个 她的父亲是 会这个家暴的父亲 你会发现 她应该非常痛恨 这样的状态 但她找的对象 却往往都有这个倾向 你如果发现一个孩子 他成长在一个酗酒的家庭里面 那么他成长起来之后 他从小最痛恨这件事情 但到后来 他却非常容易 会变成他所 最不愿意成为的那样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如果没有神圣灵的工作 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 那么我们的悲剧 是会不断地复制的 你会看见 这个一个外遇的家庭 它会有 常常会有外遇的父母亲 然后常常会有外遇的祖父母 它会变成是这样一个 我说这不是绝对的 但是它会有相当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了解 这个我们受原生家庭很大的影响 我们就需要思考 那我们现在正在给予我们的孩子 什么样的原生家庭 如果我们不希望 我们给予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儿女 面临跟我们同样的困境 那我们就需要紧紧地来倚靠神 你知道 小的时候 老牧师并不是一个 很好很尽责的父亲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没有 没有 就我没有看见一个 父亲怎么样子对待年幼的孩子 但我非常感谢神的事情是 因为我们一直在教会当中成长 一直在教会当中侍奉 一直让神的话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 恢复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 我对我儿女的方式 跟我父亲对待我的方式 确确实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 我有一次 其实我 脚没受伤之前 还蛮常陪林瑞瑟去打篮球 那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老牧师从来没有陪我打过篮球 而我现在 这个居然能够愿意陪我儿子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知道我要说的事情是 当我看见我对待我儿女的方式 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不同的时刻 我知道那是因为上帝的工作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对我们来说原生家庭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却是有盼望的 我们绝对能够倚靠神 以至于我们能够给出给到我们的儿女 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原生家庭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 带回到我们的儿女身上 所说的就是 我们需要在我们人生的重心 要知道我们好好的来养育我们的儿女 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儿女 让她能够成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 这是神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重要的托付跟职责 那另外一方面 儿女也需要将她的心带回到父母的身上 儿女需要愿意尊重父母 要愿意理解父母的教训跟法则 那么我们要认识 按着神的心意要能够建造家庭 是这个世代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按着神的心意建造我们的家庭 它的重要性 我可以说比我们所以为的更加重要 那么在今天所读的经文 马拉基硕这边说 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请问大家觉得现在 是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快到的时候吗 是吗 你可以肯定一点回答我吗 是吗 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既然已经快要临到了 那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会比在过去历史历代 任何一个时刻都要重要 就是父母的心需要 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 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跟大家讲 这是在基督徒在末后的世代 能够显明最荣耀的见证 因为在末后的世代 你会看见父亲的心背离儿女 儿女的心背离父亲 父亲跟儿女中间他是 他像仇敌一样 好 那么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在各样的关系当中 能够有更新的思维 在亲子关系 在夫妻的关系 那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美好的祝福 那你说我还没有结婚 我还没有孩子的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我们要了解 我们就要有一个为父的心肠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那这个有人问说 谁是我的父亲母亲 那耶稣回答说 凡遵守我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当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肠的时刻 当你愿意能够去成全人 愿意去帮助人 让你的生命产生作用的时刻 那么在教会当中 其实有许多的年轻人 有许多的孩童 或许因为他们原来生长的家庭 那有一些的困难 有一些的艰难 当你愿意去陪伴他的时刻 你在他的生命当中 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那么你在神的手中 其实是做了一件 极为宝贵的事情 那么我们讲说 我们的心要转向 首先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了解 其实神要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要放在永恒的事物上 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蛙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咬 不能嗅坏 也没有贼蛙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怎么样 也在那里 你的财宝是什么呢 你的财宝是你看中的事情 而另外一个 你的财宝 其实是你的时间 一个人能够给予的 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时间 所以你的时间花在哪里 其实你的心就怎么样 在那里 有些人 许多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说 中国中华民族是最看重儿女教养的 但是其实 看重的方式 就是花很多的钱 然后让小孩子去 去学各样的才艺 然后去上各样的补习班 但是却从来没有陪伴他的儿女 所以这其实就不是真正的看重 当你真正的看重一个人的时刻 你会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 你会想跟他在一起 你会想与他一起创造生活的回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像这一趟我们去以色列 我其实可以有一个很容易的选择 就是我一个人去 我一个人去嘛 我又有免费的名额 因为讲解牧师是免费的 我又不用 这个 托家 带卷的 那当我带着他们去的时刻 另外三个人的费用 我都要承担 然后小朋友我要照顾 然后我还要做 讲解的 募责 但是我愿意付这个代价 而且我想要付这个代价 而且我小朋友 本来不太想跟我去 我还勉强他们去 然后在过程当中 我尽量安排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玩 然后另外一番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 不是我花很多的钱 去为他们安排什么 而是我想尽一切的办法 增加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我愿意付很高的代价 去让他们跟我在一起 让他们跟我在一起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刻 其实我确实也得到了 美好的回应 因为我的儿女 他们是看得懂的 他们了解 他们知道爸爸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他们知道我很喜欢音响 他们知道 这个带他们出去这一趟 我可以买好高级的音响 但是我选择 把我仅有的这个资源 放在这个选择上面 所以这是他们会了解 就会明白 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的心在哪里 心在原文 是我们内里的灵魂 我们的心思 上帝要我们的心思 放在永恒的国度里 而神要我们的心思 放在与永恒有关的事物里面 请问按着神的教训 教导我们的儿女 是不是与永恒有关的事物呢 是的 所以神要我们的心思 要做父亲的心思 要放在用神的话语 教导我们的儿女 并且帮助他们 能够爱神爱人 遵行上帝的旨意 但我们要这样子做 其实我们需要 倚靠圣灵在我们的里 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有能力 然后面对神 所量给我们生命当中 各样的环境 跟各样的恩典 你知道发生所有的事情 它都可以是你在 活在你儿女面前的见证 像我这个脚 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完全的相信 这是出于神的 你知道我们那天 已经准备要回来了 最后一天 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然后是要退房 要退房呢 因为他们有集合时间 那你知道我们家 两个小朋友 加上令田师母 我们常常 就在时间上 我都要盯得比较紧 我就会稍微 比较紧张一点 结果我要回房间 去拿行李呢 居然在这个时候 那个门卡被消磁了 就门卡打不开 我进不去拿行李 然后我就急急忙忙的 其实也没有很远 就在同一层 就小跑步也没有跑很快 然后跑去他们的柜台 去重新设定 结果跑到柜台 快到柜台的时候 我的小腿往前一踢 突然间听见小腿 我感觉到也听见一个啪一声 好像什么东西松开了这样 裂开了这样 然后我的腿就一阵剧痛 然后我就不能走路 然后我还是忍着痛去换了门卡 然后一拐一拐的 然后我就突然间 那时候在我心里面 第一个意念就是 哎呀 这就是雅各的经历 就是雅各跟上帝摔跤 对不对 然后不放过神 一定要神这个赐福给他 然后摔跤之后 结果神就在他的那个 大腿那边就摸了一把 他同时就瘸了 对不对 那我完全知道 我这是暂时的 因为雅各是在大腿 我是在什么 小腿 那我就瘸了 然后后来还是忍着痛 然后这个拿着行李 你知道男人跟女人 还是会不太一样 我就算跛脚 力气还是比较大 所以所有的行李 还是我扛 并连师母很想扛 但是我知道他只要一扛 我又多一个伤兵 这样不行 那所以我的脚是这样子受伤 然后再来就开始 那个坐飞机坐 坐十个小时 从以色列回到北京 然后在那里 再等六个小时转机 然后再坐三个半小时 回到桃园机场 然后再坐车 回到基隆的家 所以我们从前一天的早上 到第二天的晚上 才回到我们家 然后我的小腿就肿得蛮厉害的 然后那个 我讲的小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看不太出来 因为我小腿本来就很肿 后来他们说 有有有有种 你们看不出来 好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是这样子 好 那么再来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做父亲 那学习做父亲 其实包含 生生的儿女 以及我们属灵的儿女 我们说我们要愿意 有一个为父的心 要愿意去成为属灵的父亲 好 那么我们讲 刚刚有讲到 父母对孩子的人格发展 其实他是有相互 配搭协调的作用 这是越来越肯定的 就父亲有父亲的作用 母亲有母亲的作用 彼此如果要相互替代 其实那个功能都替代的不完整 而且替代的不好 好 那其实在末后的世代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做假平等 什么叫做假平等 就是要米除一切的差异 但是人跟人中间 本来就是有差异的 男人跟女人中间 本来就是有差异的 其实我们要了解 神本来设立男人跟女人 是成为家庭中的两个柱子 而这两个柱子 他本来是不一样的柱子 各自会发挥不一样的功能 所以彼此非常相互的需要跟依赖 但这个世代 却要把男人跟女人 变成两根一样的柱子 以至于减少了彼此的需要 那么到后来就变成 男人觉得我没有女人也还OK 女人觉得我没有男人也还OK 然后都认为自己都可以把孩子交好 但其实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困难 是人不愿意去面对的 那当然我们在教会当中 作为基督徒 我们自己也要认真的反省 就是我们的家庭 有没有显出上帝的荣美来 因着我们不够显出 上帝的荣美来的缘故 以至于我们在这世间的见证 就没有力量 就没有力量 好 那么我们也知道 一个健全的家庭 对于孩子的性格的稳定 跟日后高成就跟低犯罪的比例 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就是孩子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健全的 家庭里面 他日后成就比较高 犯罪率比较低的比例 是比较高的 在美国的监狱里面 95%以上的罪犯 他都是家庭破碎 你说还有那5%是家庭健全的 对 所以所有的事情不是绝对的 但是他都有一个趋势 就好像今天告诉你说 这个你多运动 多吃健康的食品 然后不要呼吸不新鲜的空气 睡眠充足 你得癌症的几率会怎么样 会减少 但是会不会能不能保证 你绝对不得癌症 不能 那你会不会因此就认为说 这个所以多运动 吃健康食物是没有用的 不会 不会 好 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这个 一个人的价值信念 自我价值的认知 乃至于幸福感的建立 其实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 有很密切的关联 那么做父亲的 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就是我们是要不断地 学习跟成长 我们需要能够随着孩子的成长 给予不同阶段的帮助 那么在许多的关系当中 不论是夫妻儿女 甚至于是教会对中姐妹 在关系里面产生困难的原因 往往在于忽略了 人是不断成长跟变动的 那么在不同的状态里面 人就会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也常常会跟弟兄姐妹讲说 我们最常听见的 姐妹抱怨弟兄的话 或弟兄抱怨姐妹的话 就是你怎么跟结婚前不一样 那其实这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 她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你结婚前没看清楚 第二个事情是 其实你的需求改变了 其实她还是一样 只是你的需求改变了 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 大家回想自己 二十几岁的时候挑对象 跟三十几岁的时候挑对象 跟四十几岁的时候挑对象 你的想法有没有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关系里面 因为人会随着时间 随着成长 他的需求会改变 所以人需要不断地学习 而做父亲也需要不断地学习 如果没有不断地更新 跟努力地学习 没有真理跟圣灵的帮助 那么在关系当中碰到问题 人往往就无能为力 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子恢复 所以对于弟兄来说 我们要了解神设立家庭的心意 神设立家庭是要显明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所以弟兄们 你在家里面要扮演什么角色 可不可以勇敢地回答我 弟兄们你在家里要扮演什么角色 基督怎么样 爱教会 为教会怎么样 折命 来弟兄跟我一起说一次 我在家里我要扮演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命 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 那并且 其实我们要了解 神设立在家庭当中的次序 其实丈夫是投这件事情呢 你如果不让你的投 不让这个投发挥作用呢 你的家庭就会经营得 格外的辛苦 格外的辛苦 所以也鼓励在座的姐妹 你要愿意让你的弟兄 在家里面做投 不论你现在觉得这个投做得怎么样 你要靠着上帝在信心当中 然后并且同样的 还是在提醒大家 我们的话语是有创造的能力 你要去 这个 说出鼓励造就安慰的话语 不要说出攻击批评 这个 负面的话语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尊重这个次序 我们就能够让自己 站稳在上帝所托付的 这个职份当中 那 其实男人跟女人 天然对孩子产生的功能 就是不一样 例如父亲能够给孩子的安全感 其实跟母亲是不一样 那母亲能够给孩子的安慰 也是父亲所没有办法 取代的 像我小朋友 我们家两个小孩 碰到伤性的事情 绝对不会来找我哭的 绝对是找 令田师母 去哭对不对 但是他有什么困扰 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 他就知道要来找谁 要来找爸爸 因为爸爸 有能力来替他解决他的困难 那么 如果没有跟随真理 实际上 只会让自己活得更辛苦 并且在痛苦之后 还没有办法有好的果子结出来 所以愿意遵行真理 是我们能够活好的关键 那么在家庭当中 弟兄很辛苦 弟兄要承担供应 保护 成全 教导 等等职责 如果不是靠着神来的帮助 那真的没有办法 靠着我们自己 真的没有办法做好 所以 因为今天有 刚好有两个小baby 在我们当中 就表示有两对年轻的夫妻 那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知道 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 不是你为他预备很多的财产 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 是给他一个美好和谐的家庭关系 父母能够给儿女的最好的礼物 是活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形态 真正成为属神的家庭 好 那作为一个父亲 能够给儿女的最好的礼物 就是成为他们的榜样 所以这是我今天主要要跟弟兄讲 也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鼓励 我们要期待自己 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 让儿女能够因为 看见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尊敬到羡慕 乃至于愿意跟随 那么一个愿意成为儿女榜样的父亲 其实在过程当中 也会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改变 就像保罗最常跟他所建立的教会 弟兄姐妹说什么 你们要效法我 如同我效法基督 保罗可以很勇敢地说 你们要效法我 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愿 很勇敢地跟我们的孩子说 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要像我一样 我们要为儿女设立一个标杆 是他们愿意去跟随的 在这个感恩的纪念册的最后一篇 就是我写的 那老牧师对我来说 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 也是就是他在我的生命当中 他设立了一些的标杆 那些的标杆 是我会去思考 并且我愿意去跟随的 所以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弟兄 我们需要思考 那我要在我的儿女的生命当中 我能够设立什么标杆呢 如果你现在还觉得你还不能 那么确实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都不能 我们要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 特别是当你的孩子 还小的时刻 你有非常好的机会 让你的生命与你的孩子 一同成长 以至于你的生命 能够够得上你孩子的成长 在你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能够成为他的标杆 那么你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 有些事情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并且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当我们愿意成为 更多人的属灵的父亲 愿意把我们现在生命 我们好不容易有一点成熟了 终于学会了 虽然没有办法用在我们的儿女身上 但是我们愿意用在教会的年轻人的身上 当你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时刻 那么你顾念神家庭当中的需要 你顾念神国度的百姓 那么神就会为你成全 你所交付给他的 而当你愿意这样子活的时刻 你的儿女他们仍然都会看在眼里 并且你一定要相信 上帝会让他们去思考 他们所需要思考的事物 时候到了 时候满足了 神就会将人从各样的境况当中 调转 带回来 所以对神的信心 我们需要坚定 并且我们需要忍耐跟等候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需要知道 父亲的话语是很有权柄的 那么这个 我们口中的话会建造一个人 同时也会毁坏一个人 所以作为弟兄 我们需要特别的谨守 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语 那特别孩子还小的时候 更是要谨慎 因为其实这个父母亲 有时候一句无心的话 其实对孩子在内心里面 带来很大的伤害跟影响 好 那圣经当中 他教导我们要学习做父亲 那么我们要学习天父的榜样 那么要学习做一个父亲 最准确的就是认识天父 认识他的属性 认识他给儿女的应许 所以圣经当中 对于教导儿女的律例 我们知道天父对于他儿女的带领 他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学习的 除了他供应保护 属他的百姓之外 那神的最主要的心意 是要成全我们 对吗 所以神要成全我们 并且他让耶稣基督显明 父神的样式 让我们去效法 并且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读到 神是在极生的连续当中 来带领教导他的百姓 所以作为一个父亲 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学习 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学习成全我们的孩子 教导我们的孩子 目标是成全他 第二个 我们怎么样子成全我们的儿女 我们最好的做法是成为他的榜样 第三个 在教导成全跟成为榜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怀的心意是连续的 就是充满了怜悯跟慈爱 那么首先成全的部分 那就包含父亲要管教儿女 但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是要正面的鼓励 要给予信任跟帮助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说 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 带你们如同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 我们今天所读的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父亲要有一个认知 我们要承担管教儿女的责任 那现代的父亲往往回避这个责任 现在父亲比较喜欢做好好先生 但是其实我们是有管教的责任的 因为爱她其实是需要管教的 如果把管教的责任 这个推给母亲 其实对于母亲是很大的重担跟压力 因为本来母亲跟儿女是一种安慰跟照顾的关系 在安慰跟照顾的关系里面 如果要加上严厉的管教 其实它会产生很多关系上面的错乱跟拉扯 所以言父子母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那么父母亲也需要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儿女是神的产业 所以并不是按照自己所认为的 但是也不是让儿女完全的自由发挥 就是我们成全儿女 不是按照我们所要的 有的父母亲会把自己生命的遗憾 然后就寄望在下一代 这是不准确的 但另外一方面 也不是跟小孩想说 你知道我曾经听过 有家长问五岁的小孩说 你以后想干嘛都好 爸妈妈都支持你 这样对不对 这样其实也是不够理想的 我们不是要按照自己所认为的 也不是要完全的放任 我们的儿女自由发挥 而是要寻求上帝对儿女的心意 引导他们进入上帝心意的道路当中 所以要为你的儿女祷告 要认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职业 并且引导他进入到这个路径的里面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自己就需要与神 有清楚跟紧密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方面 管教儿女要用主的道来教导 来帮助 不是随自己的情绪跟感觉 也不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而是要按照神的话语 并且圣经告诉我们 是要警戒他们 在这边讲说 这个要照着主的教训 警戒养育他们 要像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说的 把神的话沉迷在他们的面前 跟他们说 祸与福我都摆在你的面前 而你自己要选择你的道路 至于我和我家 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要把这样子的态度 向你的儿女来表达 好 那么我们要愿意按照 属神的真理而活 我们对儿女的教导就有力量 当我们愿意按照 属神的真理而活 夫妻之间也才会有一致的准则 当夫妻有一致的准则的时候 孩子才没有漏洞可以钻 好 那以福所书六章四节那个地方 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用触怒儿女的方式来管教儿女 这个爸爸有的时候呢 这个恨铁不成钢 就会用一些激将法 就会讲一些特别难听的话 希望孩子被一棒打醒 但通常都是被一棒打昏 很少被一棒打醒的 所以做父亲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就是我 对孩子不要用激将法 因为激到后来 即使他成功了 他也不会感谢你 你跟他的关系也不会好 可是要告诉他 直接的告诉他神的话是什么 然后用鼓励积极 鼓励他的话语来建造他 那么这个 约瑟现在在后面 所以现在可以讲他一点点他的事情 其实是要称赞他 其实约瑟从小到现在 其实他的生命改变非常多 我必须要说 他在先天上 上帝给他比较多的困难 不管是身体上的也好 是性格上的也好 其实都有相对比较大的困难 所以你知道我也曾经问上帝说 上帝我们作为你的仆人 为什么 我就两个孩子嘛 为什么 我孩子一出生就是开刀 然后在医院里大概76天 然后因为这样又产生了各种的问题 然后他的性格上面又各种的冲动 然后情绪上又不能控制 然后又特别没有毅力 我们看见了种种的问题跟困难 当然他非常可爱 你知道 他有他非常可爱的地方 他非常的善良 而且他非常有创意 他非常的愿意 对别人好 他超级有同情心 你知道这一趟我们在以色列 就是都会有在路上兜售那个冰箱贴 然后在店里面三个卖一块美金 在外面兜售的两个卖五块美金 然后林月社就看见了就很同情 他就拿他的零用钱 去买那个两个五块美金的 然后他知道他买的比较贵 但他就觉得人家很可怜 那我也不好跟他讲说 人家是假装可怜的 他实在是非常的有同情心 那我是说 但是感谢神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不断的愿意按照 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 当我们实在是有这个信心 因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那我相信约瑟他看见我跟令田 我们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对待弟兄姐妹 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父母亲 怎么样面对一切的困难 好比我这个腿突然间就啪一下 那我感谢神的是 我在他们面前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其实也没有任何一句怨言 而这些事物他都会成为像滴水穿石一样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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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在他的生命当中 就会带来改变 那李约瑟什么时候开始对谷产生很大的兴趣呢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并没有说 约瑟我要教你鼓 并没有 我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教他的次数 就是他需要来服事 我教他一两个 他打一打 我过去跟他稍微讲一下子 但他就是每一天看着我们的生活 然后并且当他有情绪的问题 有种种的自我价值感的低落 而且他以前在学校里面 其实我们常被他老师投诉 令天师母常常接到他老师的投诉 就他在学校又怎样怎样怎样 在学校又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们回到家里面 其实令天师母是花很多时间 来梳理他的情绪 带领他祷告 让他去经历上帝的医治 他是在一次一次 这样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过程里面 然后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 那我们要跟弟兄姐妹 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儿女 我相信我们的教导是有力量的 原因是我们愿意按照我们的诚实 我们尽力的去按照上帝的心意活 我们活的不是非常宗教性的 就像犹太人 其实全家一起到枯墙那个地方来聚集 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知道他们到了安息日是不写作业的 是没有功课的 所以林月社超羡慕 他说他想要去以色列念书 然后寒暑假是没有作业的 然后他们到安息日家里也不煮饭 家里也不煮饭 然后全家就是很认真很严谨的在守安息日 然后在安息日甚至于也 所以那个公车司机都是阿拉伯人 因为他们不需要守安息日 就是这样子 耳濡目染就让他们建立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怎么活在上帝的面前 怎么活在儿女的面前 这是使得我们的教导 到底有没有力量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第二个 父亲要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儿女的荣耀 我们这个中国华人的概念都是 孩子我要你比我强 对不对 都是孩子你要成为父母的荣耀 但是在圣经的概念却是什么 却是父亲要成为儿女的荣耀 在路江福音17章6节说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所以在教会当中 属神的百姓 做属神的弟兄 我要鼓励你们 我们一定要能够靠着神 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儿女的荣耀 你也要了解 成为儿女的荣耀 不在乎你做什么工作 不在乎你赚多少钱 而在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面对你的人生 在面对你的生活 你知道所有的孝子 当他提到或是对父母亲感谢 对父亲感谢的时刻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不是因为看见他的父亲是大老板 而是因为看见他的父亲很辛苦 这种殷勤 这种愿意为家庭付出 这种舍己 这种敬畏神的生命 它会使你的儿女 能够在心里面 产生对父母的 对父亲的敬重 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作为一个父亲 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榜样 让孩子知道 你怎么样胜过这些的困境 在顺利的里面 怎么样子让孩子知道 当我们有的时候 要去看见别人的需要 在教会当中 要让孩子看见 我们怎么样子在乎 重视那关乎神的事情 关乎教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当你愿意这样活的时刻 你就埋下了一个一个的种子 在你孩子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特别会觉得 觉得这个比较为难的就是 如果有的家长 你希望你的孩子常常来教会 但是你自己又常常不来 然后指望着这个教会的辅导 或是牧师 能够透过他们的影响力 跟吸引力把他们都带来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相对的 这个父母亲不认识神 但他孩子来教会 还比较容易一点 如果你也是在教会里面 但是你自己却不是很常来 或是没有尾声在教会当中 你又盼望你的孩子常常来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他心里面就有第一个直接的疑问 就是那爸爸如果这这么重要 你为什么不去 如果这这么重要 你为什么不做 如果这件事情 如果上帝对你有这么大的帮助 为什么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第一个不是想到祷告 而是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打电话去银行 我们的生命的态度 显明了我们的价值观 而我们的价值观 就成为我们儿女的原生家庭 而我们儿女的原生家庭 就会对他的人生带来一生长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的教训 也要谨慎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最后就以诺亚 不是诺亚 以诺 与神同行三百年 作为今天的结尾 今天讲不完 当诺亚生了 这个圣经学者认为叫马土撒拉 之后 他就与神同行 以诺 对 以诺 那么当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他就被主接走 那么他得着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 原因是因为他与神同行 而他愿意与神同行 原因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为什么生了一个儿子 要愿意与神同行 因为他知道他要成为他孩子的榜样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 当你有孩子的时刻 其实这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因为你对于你的儿女 你有一个职责 就是你要活出一个荣美 荣耀的生命形态来 让他能够愿意跟随 让他能够羡慕 以至于他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如果我们自己活得马马虎虎 或是活得不怎么样 却要期待我们的儿女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那你的儿女看不见榜样 他就只好去寻找别的 如果还在教会当中 能够看见别的榜样 那当然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 神在家庭当中设立的权柄跟次序 就是你既然从一个父亲 你对于你的孩子 你不要放弃掉这个职份 你能够最有能力的 最有效率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 给予他极为宝贵的 这个生命的资产 在你的儿女的里面 所以我们说 父亲对于儿子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儿子会从父亲那里 学习怎么样子成为一个男人 而父亲对于女儿 更加的重要 因为他会从父亲 跟母亲的互动当中 认识作为一个女人 该是怎么样子 以及一个男人 应该怎么样子对待一个女人 一个好的父亲 会能够帮助自己的女儿 能够成为一个尊重自己的人 他会尊重自己 以至于他未来在选对象的时候 他就不会让你提心吊胆 在座你有女儿的爸爸 这个你要认真思想一下 当你善 就是很好地对待你的妻子 你的时刻 其实你就在帮助你的女儿 让他未来选对象 能够有一个标准 能够知道他该选怎样的人 这对你是很好的 否则以后你就担心不完了 好 那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 特别是对待儿子 要有连续的心 要连续他 要知道对于他有一点点的 对于他的努力 要肯定他 要鼓励他 其实父亲常常太轻忽自己的角色跟力量 父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并且父亲一句对儿子鼓励的话语 能够成为儿子十几二十年努力的动力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至少对我来说 我记得最后 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 那时候我们一班五十几个人 我本来都考得还不错 那一段时间 可能小学三年级 不知道干嘛 就考到三十一名去 结果老牧师那时候刚刚信主 他终于开始看我的功课 终于关心我 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说你这样子我会很失望 这句话对我带来的吉他的 激励的作用 我到四年级都是考第一名第二名 然后五六年级就算了 因为他不失望 所以父亲讲一句话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那当我知道 你知道老牧师他也在学习 他现在开始会当面的称赞我了 以前都在背地里称赞我 然后我都要透过辗转很多手 才知道原来老牧师有称赞我这回事 但当我听见他有称赞我的时刻 哇 这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作为父亲不要轻忽你的角色 要鼓励你的儿女 然后在鼓励之后再给予他引导 就是告诉他下一步是什么 那么你的儿女就会继续不断地往上走 如果你期待你的儿女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能够比你看得更远 那请你自己成为巨人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期望我们自己的事情 好 那今天各位跟利用姐妹分享到这边 我 gleich加上别的 成为非贼��고